在黎明国小外消毒防疫 4月4号儿童节这天宜兰加6 其中有3例是昨天已经公布的 舞蹈班群聚传染个案 另外3个确诊者也是舞蹈教室传播链 10岁以下的确诊学生 都是居家隔离的期间 阴长阳的个案 目前宜兰已经有6校停课 其中中山国小加上4号的新增个案 累计已经有3人确诊 全校停课到4月12号复课 虽然现在室内外运动免戴口罩 但毕竟国小孩子没打疫苗 碰上疫情升温 宜兰其他舞蹈班的学生 有些已经被要求 最近还是先戴着口罩跳舞 我们小朋友跳舞时都没有戴口罩 因为会不好呼吸 代表时都会戴口罩 现在开始都要戴口罩了 台中炒马国民运动中心 大门也贴出告示 3月1号起室内运动可免戴口罩 当然是依照中央规定 预求的运动量其实还算蛮大的 戴口罩其实就没办法 吸到那么多空气 戴着口罩打雨球 运动强度高真的不舒服 不过转到健身房 开放运动免戴口罩后 每天还是有2到4成的民众 会自主戴上口罩 还好没有很喘所以就可以戴 因为我们平常的训练量比较大 划船氧气会消耗的比较快 如果戴口罩的话 我们会有点像缺氧 喘不过气的感觉 主要是看疫情的严重性 室内运动防疫措施要不要加盐 感染科医师强调还是要看防疫大方向 专家认为与其纠结室内运动 戴不戴口罩不如关注国人接种完整疫苗状况 以及准备足够的抗病毒口服药 清零如果不是目标 国人也能接受现在每天新增的确诊数量 跟轻重症比例 那室内戴不戴口罩没有绝对答案 TVBS新闻简大成 吕正成红彩伦台中宜兰 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